林秉書講的不是事實 過程很嚴重 他有提到第三點 他說高嘉瑜新聞焦點 他說林秉書跟他講說 周刊如果一定要報 可不可以不要在這個時間 他媽媽剛辦完告別事 他的名字是不是可以不要出來 所以林秉書向段儀康提出的要求叫做 我的名字可不可以不要出來 請問這個請求段儀康 你有没有去跟周刊提 他沒有寫 他完全回避了這個問題 然後我現在要講 這所有的問題 包括馬文玉他今天開記者會 再出來指控各種跟段儀康有關的事情 他說什麼 他現在林秉書叫段儀康老大 可是到時候林秉書關出來以後 出來以後他沒有說關 出來以後是不是要改成段儀康 叫林秉書老大 然後媒體記者 給大家看一個證據 媒體記者去詢問段儀康委員 你可不可以來回應一下馬文玉開記者會 對你的指控 就算是文字的回應也可以提供給我嗎 他怎麼回得段儀康先生說 點名馬文玉的是徐曉星議員 應該請徐曉星議員回應辛苦了 謝謝 我公卿辯士族啊 我 他本人就在這裡 你今天就跟大家說清楚吧 他的邏輯就是說呢 因為剛好提到馬文玉 林秉書跟你也很好 不然是這樣 在段儀康的說法 因為我提到馬文玉 然後馬文玉出來開了這個記者會 然後解釋了這些事情 所以他認為點名 點名的是我嘛 所以要問我 那我現在具體的點名 段儀康 新潮流的大佬 回答我以上的問題 按照你的邏輯 你應該要出面回應 所以不要再以為說 你可以躲在鍵盤後面了 你以為你發一篇文章 然後就去避風頭就了事了嗎 這個是超出所謂的家暴的等級 家暴本來是他私人的事情 這已經上升到國家跟政治 包括你是如何利用 有沒有利用網軍 做政治增防或是攻擊的問題了 新潮流的大佬還要躲多久 那其實呢 今天這個 高嘉瑜的前男友林秉書 我們是不是有小馬 他在講到段儀康的 這一段的喪拜呢 有 好 其實剛才呢 這個小星講的這一段呢 我告訴你 我們今天也把它截取下來了 今天小馬大爆料很多事件 我跟你說我們做媒體的人 我們聽的都是瞠目結舌 覺得說哇塞 真的有這種事情 還有啊 往下挖 怎麼會這麼深啊 你光是一生 你自己也是新聞從業人員 我們都是新聞媒體出來的 你看到段儀康自己寫那個第三點 如果週刊一定得報導 這句話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林秉書曾經 是不是要求那個段儀康委員 去跟週刊說不要報導 要不然他怎麼會想寫如果一定得報導 還有一點喔 週刊通常呢 不會讓你知道他要報什麼內容 本來就是啊 我以前在蘋果就這樣啊 要前一天他才會去詢問當事 而且不能洩密啊 因為太早問的話 就很怕中間太多事情 案子會不會被壓掉 如果當事人曾經有人打電話來給我說 敬平你是不是明天要登什麼 我嚇一跳 我說你怎麼知道 對怎麼會知道 那就是表示我的公司 我的報社內部有內鬼 看到我跟長官和報社報的題目 長官叫我去追查之後 我還沒有上到編輯台 還沒有給大家看過 你就已經可以聽到風聲來問我說 你是不是要寫我什麼 所以林秉書消息很快 所以有多少人在掩護他 這個恐怕馬文豫講的 除了剛剛我們小新議員提到的 段儀康你是不是要一個一個回答清楚 馬文豫講的段儀康你也不要避重就輕 然後林秉書的事情 你是不是要幫他去喬周刊不要登 是不是要喬不要登這個新聞 然後可是周刊可能說沒辦法 他自己一定會登 那如果一定要登 他的名字是不是不要寫出來 才變成你在那種切香腸 想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武 對 畫巴拉肯 我們媒體常這樣 如果一定要登 是不是要不要寫到這麼詳細 保護當事人什麼名字 可不可以打馬賽克 諸如此類的 就是有點在畫巴拉肯 變成市場吵架還價 推到最後 感覺媒體一定要登了 沒辦法 他一定要登了 能不能不要把名字寫出來 好 最後 他們只能透露 也就是說他想要知道更多 等於林秉書我也拖段儀康 去幫他要出媒體知道 掌握他的訊息 而且就像小新想的 這個有沒有關說 這有沒有施壓 這就是關說的 你平常打電話去 你覺得信周刊會跟你說 我不能跟你說太多 但是我可以跟你提一下 我們可能跟高嘉宇有關 可能跟什麼有關 怎麼可能告訴你 所以他說只能透露什麼什麼 然後還跟等於 按照段儀康寫的 林秉書講的很多不是事實 過程很嚴重 表示段儀康曾經把林秉書所說的 告訴周刊 周刊的當事人聽到的時候 他跟我們掌握的不一樣 很嚴重 有限制跟人生的 有施暴跟限制人生自由的問題 而且我們很有把握 其實這個部分 段儀康曾經有沒有 告訴林秉書過 告訴了林秉書 林秉書是不是有的防範 有的開始找他的這個 那個無姓的 這個現任的這個女孩子 跟他過重甚密 關係很好 雖然很多媒體也在研判說 可能也是林秉書的女朋友之一 然後再找了人 去幫他把東西帶走 掉包 所以才有了這個林秉書 後面做了一些動作 他是不是透過段儀康 掌握了這些訊息 媒體可能要報之後 他知道後面不妙的事情 惹出來一堆 檢察官跟警察 檢警你才要去追這些 你要去追這些 都有相關 跟恐嚇也有關 跟這個後面操縱的人 也有關 跟是不是有金錢往來 是不是誰指使林秉書 還是林秉書後面 有什麼龐大的利益 馬無藝不是也講 林秉書一個月要花三四十萬元 剛剛小心講 我們也都知道的訊息 從媒體上得知了 他一個四十三歲的博士生 無業 然後又沒有錢 在歐洲、巴黎 人家那個 一個酒吧裡面 可以去性騷擾人家 哪裡來 而且他還住飯店 一個月五萬塊 對不對 這些你要講到林秉書 如果有很多紅粉之急 像姓吳的女孩子 這樣子幫他出這個錢的話 那我沒話講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他一直更換飯店在幹嘛 好像在犯罪 腳兔有傷褲 他好像怕人家查到他的地址 查到IP 不同的去換飯店 這是不是已經形成民進黨的一種 包養網軍的一種做法 一條龍式的 從你住的地方 換IP 換地方 被追被查 你就趕快消聲匿跡一段時間 我覺得李柏章有一句話 有一段話寫的 我覺得 這次感覺埋下伏筆 今天報紙有登到 昨天他就講到李柏章說 我知道在背後放話的是誰 到時我一定會向大家好好的介紹 把你們如何跟我談合作 要我如何對付你們 對手的細節全部都說出來 所以請四個兒子就好 不要對一個已經騙體淋傷的人 落井下石 最終只會玉石俱焚 這李柏章說的 為什麼 因為李柏章不爽 他在那個 這個美品維尼的文章 很快就被人家 報紙是寫說 網友起底他的身分 真實是什麼 台獨機關將在那邊做過事 後來他就說 寫文章的不是他 寫文章的是他 他知情 但是那個帳號 不是他用的 然後又傳出來說 是借給綠營哪一個網軍 去使用 從李柏章這一段話 可以看得出來 你們找我談合作 然後對對手攻擊的事情 我覺得李柏章 你就大聲地講吧 那為什麼會有 所謂的網友去起底李柏章 那個網友是誰 聽說又是民進黨 另外一派的派系網軍 看不下去 故意把他 你以為我們神通廣大 就像剛剛一臣講 網友都那麼 那麼木卿神智聰明 然後像小新鴨那麼厲害 整間專員在網路機閘 這些人抓出來 網友都知道這麼多 細節的訊息 怎麼可能 所以我覺得李柏章跟林秉書 很多的事情 在檢警真的要辦下去的話 他敢不承認嗎 就是看民進黨高層 和檢警要不要爭辦你 但我可以肯定說 他們不會辦 旁邊的人 在檢警中 更有一點 會不會 請多多 請新鴨